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Undersquad 那麼今天呢又回來到我們的 魔王房東這款遊戲實況啦 那好 這邊在開始之前呢 先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我們這部系列的話呢 那我們應該會預定在兩級至三級之內 把它完結掉 畢竟它是可能拖太久了 我們之後還有很多很多系列要等著來拍攝 所以變成說呢 這部可能會比較快的方式去完結它 那應該會近期就會把它完結掉啦 大概在一兩步吧 應該不會到兩三步了 應該到一兩步就會把它完結掉了 那這集的話呢 我們就趕快進入我們的領土吧 走吧 沒事亂錯 OK 上一集是銜接我們的幽靈公寓嘛 幽靈公寓完之後呢 我們這邊就剩下我們的主線任務啦 那就讓這邊先稍微跑一下時間 畢竟我們現在有兩萬多塊 所以稍微幫他們看一下 他們需要什麼東西 那目前來說的話 就是在中途的大多數的東西 如果沒什麼特別的話 我就不細說了 就是可能像中途幫他們買東西的過程啦 或是說 呃 別的那個 一般的那個 冒險者來的那個 劇情跟過程 就暫時先不解揚 暫時不講解啦 就直接快速帶過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這邊就趕快解我們的新任務吧 為了百合 百合公主放出來 放出話來 我要拿回魔王財寶的 我要很拿回魔王財寶的勇敢男人結婚 好 開始多了一堆求婚男出現 好 純寶四場戰鬥 呃 希望是 偏物理攻擊啦 畢竟我們的 幽靈類的 非常強大喔 戀愛戰士 富雄 目前趕快接戰 看他什麼攻擊 好 物理攻擊 來 幽靈大隊 OK 再來是法師 不能打的 就用他們來扛 趕走 嘿嘿嘿 把他們塞住 欸 他跑來跑去 不知道怎麼辦 OK 好 這邊一樣 第一陣打完 裝個擋 來 快速帶過 OK 公主粉絲團接近中 來行 哦 他是誤傷耶 哦 難怪 他基本上沒差耶 呃 幽靈直接Counter 好 非常順利啊 這邊的話 覺得幫他們買個回復倉好了 這樣他們休息 回血會比較快 畢竟是一線作戰的 哦 快速回血 好 非常不錯 哦 龐漢克男爵 哦 再來第三戰 讓幽靈先叫下來 沒錯 都是 誤傷的 可以 加快速度 OK 看來弓箭手也不在話下啦 幽靈大隊還是蠻厲害的 追求公主的商人 商人 看來這是有錢而已啦 謝謝 這三個都不在 剩兩個人 還有黑魔法 噢 炒術師 很痛 OK 好 就剩下這個商人了 還好 有囉 完成啦 OK 獲得五千塊 尋求公主的商人全滅啦 那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百合騎士團 好 新的任務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一樣先 OK 看一下他們吧 OK 再來就下一個任務 百合騎士團 哦 白 百百合 哦 百百合騎士團 進軍 現在的話 一樣是四場戰鬥 哦 還好 少女見識們哦 哦 應該也是物理攻擊器的 這兩個法防都沒有很高的 這兩個法防都沒有很高的 哦 可以 OK OK 好 這樣就有啦 兩出個檔 獸醫耶 看起來正常多了 哎唷 鬼百合二輪 九四 不要怕 是不是碰欸 不行 快跑啊 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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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百合公主 快跑上快跑上 啊啊啊 再走一個 好啦 沒關係 OK 死了一個一樓的居民 沒事的啊 嗯 OK 主線又推進了一點點 那這邊的話又有多一些不少的支線以及那個 呃傢俱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就趕快打一打吧 GOGO 那我們就來我們現在先 哦這個 送葬人這麼酷哦 OK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剛剛把那個打完了嗎 那我們這邊就繼續吧 兩場戰鬥 藏女陰影的傢伙 哦剛好可以在傢伙接近中 哦這傢伙 小偷 穿透耶 啊這是在哭哦 這人在哭是不是 哦有了 半夜裡出沒的農夫們 怎麼樣 騙錢一燭 哦哦哦哦哦哦 翻譜傷害有點高欸 要稍微多注意一下 又在欠 欠爆 喂 原來如此喔 喔 原來他們是 他們是躲起來喔 原來農夫他們是一層皮而已 OK 再來就是下個任務 我們的 不然我們看看這個最強魔導師能不能直接 直接完成好了 五顆星 三場戰鬥 試試看 如果可以完成的話那就有趣啦 黃泉的少女們 可能會有點痛 可能會有點痛 快跑啊 呵呵呵 喔 喔 有 還行還行 風塵的侍女 哇塞 這有點可怕 啊 攻擊沒那麼快喔 好痛 好痛 拖住 啊 只要一隻 啊 好像 還可以嗎 嗯 可以 還會倒不滿欸 這個 公主與魔導師接近中 公主 魔導機器人 法防高的 防超低 我差點死掉 哇 我們上來了 有點難受啊這個 法防高隊耶 我發現我們沒有法防高的生物 喔 有欸 他好像還OK 不行了 喔 會直接出 他會直接 欸 好像可以這樣玩 欸 好像可以這樣玩 OK OK 哈哈哈哈 有有有完成完成完成 有換掉一隻 換掉一隻 OK 那我們趕快有五萬塊 就趕快 擴建吧 耶 我們成功有四棟 四城啦 沒錯 那我們這個就是我們 最頂尖狀態的公寓啦 沒錯 不能再擴建啦 OK 那我們再來的話 就是我們 這邊有沒有 得之魔王崛起 再來就是我們 最後的主線任務 那我們這邊的話 其他的這些東西 我都會 自己私底下的時候 把他打一打啦 好啦 那麼我們今天的實況 也差不多該到此結束啦 那麼一樣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在右下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 那如果是手機觀看者 或是電腦觀看者的話 在訂閱旁邊 有個小小的鈴鐺 點下去 我第一時間出片或直播 會通知你們喔 那麼我們就在下一集的 魔王崛東再見面吧 大家掰掰